最后的话呢,我一样我们做一些变化啦 那一样就是回去的话,请各位 也许不妨你练习看看嘛 像在那个证交所的官网上面 其实这边的话呢,有交易资讯这边就一大堆可以练习的 那其实我后来发现,他这边抓的方式都大同小异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这些所有的讯息通通抓下来 但不一定每个啦,你可以抓你比较有兴趣的 来练习看看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像哪一些 因为我对股市占了解其实算是还蛮浅的啦 所以有些可能这边专家 我想我们这个课里面应该有一些专家 如果你可以甚至把他结合这个技术 然后呢取得你要的资讯 甚至的话呢,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做到所有的城市交易啦 然后你可以甚至看什么时间可以自动去交易 然后自动去买进,自动去卖出啦等等的 OK,那比如说我们再练习一个啦 比如说我想要取得这个每日成交量的前20名证券 那这个地方的话当然哦 我们前面当然我们本来是用的方式是按下查 当然你可以这个一样啦 我后来发现日好像不重要 不过你还是把它改1号啦,查询 那我们前面的做法本来是利用按右键 去取得什么呢? 取得那个网路这边 当然我建议这边可以熟练一下 然后你按一下查询,这边会跑 那我们是去本来去抓这个预览里面的Json 因为它这个Petload里面是用Json的方式抓 但后来我们发现呢 其实这个地方好像用HTML更简单 只是HTML的方法记得哦 1,我们暂时先不用Json好了 然后1,先点选这个HTML 2的话呢,就是记得哦 按右键检查看看 然后呢,先把它切到网路的时候 切到网路这边 然后呢 再按下重新整理 它会跑动 那你就从这边看到结果 如果这个原始就是 得到的Petload 这个仇载里面的话 假设是HTML,那恭喜你 那你预览一下看看这个里面是网页 没错,网页标签 那表示你可以用Creditable OK 但是是怕说将来 会不会那个 证交所知道说 大家都抓HTML 比较方便 然后会不会把这个功能给拿掉 这就不知道了 或者CSV也是一样 那如果以后这个两个都没有的话 看你怎么抓 你就没办法 所以你还是只能用Json 那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因为我发现之前 点选这个连结的时候 它这边其实是用GET的方式 也是不久前 然后现在的话上面的参数都不见了 不过还好我们可以用POSE的方式来替代 那只是说如果用POSE的话 一样啦 其实如果假设要抓这个 就是成交量前20名的证券 那一样你们待会可以练习一下 就是再增加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并且你可以拿刚刚的这个 这个这个程式拿来当范本 然后并且增加一个叫成交量前20名证券下载 然后把刚刚的程式call过来改 那改也是要改三个地方 一这个地方把那个网址贴过来 二的话呢就是它的什么呢 它的那个POSE text 三的话呢 WebTable固定是一啦 将来如果你假设会有位置不同 可能还是要查一下 因为刚刚看一下那个表格还蛮单纯的 好那一样删除第一列 并且自动调篮宽 OK之后的话呢 那并且执行完毕没问题 你就增加一个按钮 那你可以看到结果就出来了 那后面当然你也可以在练习绘图 OK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图抓下来之后 在旁边再画图 OK 然后一样可以把旁边的东西分别取得的话 那其实就会非常的方便 那也就是说啦 这个 证交所的这相关资料 要取得其实相当容易啦 那以后的话 如果你看到这边有下拉清 按下查询 或者是说不一定查询 可能下拉之后会产生变动的话 那其实都可以透过右键检查 看一下他背后的这个网路里面有没有一些变动 当然了这个其实除了就是Pose啦 之外啊 其实还有太多太多其他的东西 可以做一些反爬虫的动作啦 只是说你要彻底了解的话呢 这上面还有一堆功能啦 不过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应该是主要的 那至于其他的话你可能还要再看一下那个 像甚至是JavaScript 他也可以做到防止你爬取他资料的相关动作啦 不过这个我想就又是相对比较困难的点 OK 所以请各位再试着练习看看 比如说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前 我刚刚是练习这个 前20名证券 甚至好像比较常抓像什么 每日收盘行情 这个也可以练习 其实方法都一样了 这个我就不再赘述了 所以今天的话基本上 我们又取的除了那个汇率之外 那这个地方是证交所的 其他还有啦 像金融、保险、期货等等一堆资料 其实都可以如法炮制 那只是说啦 也是最早跟各位讲的 有些网站真的保护的非常的严实 反正他们就找了一堆专家 一堆工程师 就是在想办法让你抓不到资料 所以啦 我是建议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你尽量还是先不要找那个难度太高的 因为你的挫折感会很大 因为有很多地方真的很多网站 真的很不好抓 但是他就他一样啦 只防君子不防小人 也就是说啦 如果你技术够高的话 其实说真的 只要你想抓的 只要能够载到网页的 基本上没有抓不到的道理 那就是像我刚刚跟最早跟各位讲了 所以有哪一些可以其他的方 所以后面的话 除了Creditable 我就觉得Creditable真的是比较容易一些些啦 而且程式码真的相对是最少的 那可是如果说 假如像之前有同学提到 他网页看得到 但是他要抓却抓不到的话 那变成你可能就是要用别的方式了 那我们这边的话 也许你们回去可以再先试试看 第六个单元吧 第六个单元里面的话 就是可以用IE浏览器去抓资料 那我这边的话是有取了一个 用IE物件抓的范例啦 你们可以直接看抓取的部分 因为前面我是先讲那个绘制 也是绘制图表 然后再讲那个就是抓取那个网络 这个网络资料抓取的方式是用那个 就IE浏览器 那如果跟那个什么 跟python比起来的话 其实就是有点像是 那个python里面是用selenium selenium的话呢 其实也是类似把那个动作记下来 然后你去抓资料 大概概念蛮雷同的 那你们可以直接看第七页 这边就有个网址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抓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的话是气象局的这个网页 那它长这样啦 那你会发现你按右键 你可以检查一下 它这个 资料里面 我印象中它 它虽然是用table 可是用table 它变很怪 不知道它是不是故意的 它那个table 就是它不是标准table 它变成说这边一块那边一块 所以你要抓资料的话 可能用table抓下来会乱七八糟的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改成用别的方式 当然其他方式也蛮多啦 像除了用IE物件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用那个 刚刚有提到XMLHTTP 也是可以的 如果假设我今天要换IE物件来抓的话 那怎么来做 你们可以练习看看 这边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第11页的地方 这边有个Sub 下载气温的IE物件 如果我用IE物件怎么抓 那这边有 我先直接Ctrl-C好了 底下有一些相关说明 我有稍微叙述一下 这个网页里面到底有哪些地方 那一样啦 你们可以先开一个新的空白的活跃布 然后呢 你们可以先试着把刚刚的这一段程式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把它贴上 那跟各位讲 你可以按F8 那资料先清空 建一个IE物件 那你想说IE物件在哪里 其实你可以在这边加一行 叫做IE物件.Visible Visible指的是要不要能被看到 如果等于1的话是True 那你可以在这边加这一行之后 然后把它往上拉好了 让它变F8 那你会发现 原来 预设值Visible是看不到的 意思就是说 其实它CreateObject的时候呢 IE物件是已经被 被放在记忆体里面了 所以如果说假设你今天希望能够把这个浏览器 有没有 所以底下这一行 其实是什么 把网址放在这里 Navigate OK 有没有 然后这边是停三秒钟 为什么要停三秒钟 因为你要等这个网页全部载入之后 你再去爬取 那爬的话呢 我们可以透过 这个IE物件里面有个方法 叫Get Element 就元素 By TagName TagName就是它的标签名称 那我们前面小于乎 后面有Table 那哪个Table 第一个 不过它的所影子从0开始 这个网页里面的D0格 帮我抓下来哦 然后呢 我再去抓Td Td指的是它的列 然后呢 th指的是它的蓝 那把它每一个蓝都抓下来 然后再去抓Td 如果抓不到th就抓Td 里面的文字就Innertest 然后最后再删除某些蓝 然后自动调蓝宽 那执行完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最后IE物件就quit 就把它关掉了 那里面资料就下来了 各位可以看到 实际上 反正你只要能够在IE物件显示的话 那就可以把它通通都抓下来 不过这里的话 可能还是程式码相对会比较 相对复杂一些 而且要学会什么 学会它里面的那个标签 还有就是利用它有个这个方法 像getElement 元素by 主要有三种 by tag name tag name 就是标签名称 或者叫by class name 就是它的类别名称 或者by id 主要会有这三种比较常用的 那我们就分别可以解析完之后 就分别可以把资料抓下来 所以这个也是抓资料方法 那这个方法就是说 反正只要能够载到浏览器的 保证应该都可以 就是 那你说IE能不能传 你说 传参数给IE浏览器 这个部分的话 不是很确定的 因为理论上应该是可以 只是说你要知道 你要传什么样参数 那一般我们打开 顶多浏览器是给它网址 所以这个理论上 你说要传参数 这个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特别传什么参数 给 Post 那个部分的话 实际上就不用特别去载 因为其实反正不管 因为 那个PostGate主要是说 我们参数能不能在网址上面看到 可是浏览器只要给网址就好了 所以也就没有传参数的问题了 因为反正你网页可以显示 我们主要是显示完之后 再去抓它显示出来的结果而已 所以其实没有那种Post的问题 反正你不管Post 反正你结果有出来我抓就OK了 你用Post也没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就比较没有Credit Table的问题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然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了 那请各位回去再多多练习一下 OK